女排世界杯昨天下午继续在日本进行 中国女排3比0横扫俄罗斯 迎来世界杯的三连胜 朱婷拿下了全场最高的22分 第三轮对阵俄罗斯 朱婷和严妮回到首发阵容 首局中国队度过了开局的低迷期 在11平之后实现反超 比赛来到20比14 朱婷进攻后被裁判判了恶意阻挡 朱婷和裁判沟通 但没有改变判罚结果 中国队丢掉这一分 好在朱婷完全没有受到 这个小风波的影响 之后两次打穿了对手的三人拦网 中国队25比22先下一局 第二局 中国队打穿了6比1的开局 俄罗斯队换上了全部主力 朗婷及时在暂停时 提示队员们提高注意力 但无论是变阵容还是激将法 俄罗斯队都没能追上敌分 25比16 中国女排再下一局 第三局 依然落后的俄罗斯队又换了新招数 他们前排三点随机下球 中国队 又给队员们提点了一下 不再等待 抢先出击 效果立竿见影 中国队联合三分 重新掌握主动 此一 朱婷 张唐宁 远欣月三人得分上双 25比18 中国队赢下第三局 总比分3比0 很早对手 取得世界杯的三年胜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张唐宁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张唐宁